阿富汗首都克布尔一处神夜派文化中心 今天发生多起爆炸 案发当时现场正在举办苏联入侵阿富汗38周年纪念活动 因此人潮众多 目前得知至少40人死亡30人受伤 还不确定是谁发动攻击 但攻击地点距离阿富汗之声通讯社非常近 推测通讯社应该才是攻击目标 而塔利班已经否认涉案 有媒体推测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可能是主谋 新闻时事报两年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